Hello,欢迎回到白小君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是我们的牛叉小工具系列 主要向大家介绍一款能够帮助我们快速换算长度或者重量单位的一个工具 它的功能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大 但是它的实用性确实非常的强 尤其是对我们这些主打欧美市场的运营来说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去选一些品 然后经常去看一些竞品之类的 然后查看他们产品的信息 那么这款工具一定能够帮助你节省很多的时间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我先带大家简单看一下这款工具的一个使用效果 这是亚马逊上随便选的一款产品 然后我们找到它的长宽高的一个数据 在这里面它目前是以英寸来计算的 然后如果我想知道它的厘米是什么我直接选中 那么在右上角就可以看到它的长宽高其实是28x28x25厘米 我们上传产品时的长度和重量单位转换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你不仅是查看这些长度单位 你也需要对某一长度去进行转换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图标 然后在这个方框内去输入你要转换的长度 比如说我想转换一个10.6厘米 转换成英寸的话 就直接在框内输入10.6厘米 它就会显示出对应是4.17英寸 或者说我们再看一个重量 假设是10盎司 那么10盎司就是283克 那该如何去安装和使用这款小工具呢 首先我们需要在谷歌去搜索插件 然后点击进谷歌的应用商链 在它的里面去搜索 AutoConvert 我们在搜索的时候一定要把单词拼写正确 因为谷歌的应用商链是有各种各样插件的 如果你搜错的话 可能不一定能搜到我们需要的 然后点击最上面的这一个 这就是我们需要安装的一个插件 下面有它的一些介绍 其实和我刚才使用的整个过程是差不多的 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详细了解一下 这里面我已经安装过了 我先把它删除再重处再安装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正常情况下出现的是添加至Chrome 我们就直接点击添加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会自己去安装到我们的浏览器上 安装完成之后它会自动跳转到它的一个设置页面 这里面就是对它一些基本参数的设置 比如说它的一个货币的转换 这个可能是需要付费的 它有一个免费的使用时长之类的 可以根据自己是否需要去进行一个选择 那下面的话还可以对它其他一些参数去进行设置 比如说它的一个时区 它的一个窗口显示在哪里 我前面演示的话它就显示在右上角 你也可以显示在右下角 还有它主题的一个颜色就是刚才显示的那个框 你可以选择淡色深色还是说跟随系统的一个颜色都可以 反正这里面的一些设置我们保持它默认就可以了 安装完成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等我们下次去浏览或者看到一些产品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我们要转换的单位 然后就可以在右上角看到不同单位之间的一个长度换算 相信这个工具对很多外贸人来说是非常实用的 可以节省我们很多的时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高效工具之单位换算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在收藏加关注 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想了解的内容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也可以在交流群中去进行一个提问 那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